农媒跟胡人的交易凉了,北京时间2月7日,据沃神报道,提胡 方面总经理今天并没有联系魔术师探讨有关安东尼·戴维斯的交易 胡人认为提胡不太可能在交易截止日前再次联系他们,据悉,由 于目前距离交易截止日只剩下不到20个小时的时间,正当各支球队 都有所行动的时候,胡人与提胡的交易却迟迟没有动静,在昨天胡人 的最后一轮报价被提胡拒绝之后,提胡撤走了所有的交易内容,而为 亦能够让胡人回心转意的只有提胡主动打电话联系胡人,不过 到现在为止,提胡都没有这样做,反而是在自己的推特上发了一个让 人深思的表情,红绿灯等待,不过,如果提胡迟迟没有做出回应 胡人很有可能就默认了提胡再一次拒绝与自己谈判的机会,这样一 来,今年夏天,胡人也不会再向农眉展开追逐,艾米丽声明 新浪网独家稿件,未经授权禁止